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谈谈微观的今天的长工 我们刚刚参加完了蔡司2024年的一个新品发表会 所以拍影片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次蔡司的新品是什么 这次的新品发表会就真的很有料 首先 因为他这一次的东西其实比较多 所以我会分两集来讲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 其实是真的是高度近视者的福音 因为以前 其实很多知名品牌 应该说大部分的知名品牌 他们都没有一个1.74的一个变色晶片 像之前的蔡司、罗敦斯德 他们都没有出这样子的产品 OK 现在蔡司推出了最新的1.74变色 只有一个说它的颜色会比较少 因为如果是1.5或者1.6 它的变色就有五个颜色 灰色、深灰、墨绿、咖啡色 还有一个蓝色 那1.74呢 它就是没有墨绿跟蓝色 那有什么呢 就是有灰色、深灰、茶色 还有它现在新推出的叫黑色 OK 等一下我们来介绍 1.74呢 目前都是定制片 我相信1.74的变色镜片 在全部 我相信各大品牌都一定是定制 因为不太会有人去库存这样子的镜片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度数很高 高度近视的人 这个就真的是很好用的东西 那我相信 还有一个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什么呢 价格问题 我说实在的 就我个人认为 我们来看一下哦 蔡司单光 青润MAX定制镜片 来下面变色片的部分 1.74 这是它的定价 这个还有折扣 那当然折扣每家店不太一样 这个我们这边就不讨论 但是如果以我们店的折扣 我算起来 其实我说实在的 跟1.74的全市线 其实价格真的差不了多少 但是你要知道哦 第一个 蔡司的变色镜片是有绿蓝光的哦 再来一点 蔡司镜片MAX的光学设计 是已经接近到个人化 是已经比双飞球面 还要更好的一个光学设计 所以你想想看哦 以1.74变色片 变色效能 我相信 那个幻视X已经很多人试过 变色效能真的是好 尤其褪色速度 再加上有绿蓝光 再加上蔡司的光学设计 那以这个价位 我个人真的觉得CP值真的很高 给大家参考一下 OK 再来呢 推出一个新色 当时 我老实跟各位讲哦 当时那个蔡司传过来说 新色叫黑色 所以我真的是不吃笑出来 啊 请问黑色跟灰色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通常一般我们讲 变色片我们讲都变黑跟变咖啡色嘛 通常黑色很多人讲就是灰嘛 OK 所以 蔡司的偏黑色系的总共有三个颜色 灰 深灰 黑 但是其实 它为什么会取名叫黑 它 它讲的其实也很好记 灰就是 几乎没有底色 然后呢 它变起来的颜色是比较有点蓝灰色 那深灰呢 就是说 它镜片有淡淡的底色 然后变起来是纯粹就是比较黑灰色 然后变黑 变得比较深 那黑呢 相对的 有没有 黑又比灰再更深嘛 所以它的底色要再稍微再比深灰再稍微深一点 但是这个底色 我说实在的 如果 我们在现场看 我们就看到食品了 其实种在镜框上 戴在脸上 其实没有什么违和感 其实 你把它放在白纸上看才 才比较看得出来 但在脸上其实真的看不太出来 但是它可以变得比深灰再更深 而且变色速度也更快 再来一个 高温变色效能比较好 这个 可能有很多人去忽略掉 其实在早期 变色镜片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 包括蔡司第一代的幻视 后来幻视X就比较没这个问题的 就是说 在高温的情况之下 它的变色效能会变慢 那如果说你在低温的情况下 它变色效能会很好 所以有很多人去 带变色镜片去那个雪地 去滑雪 还是说到高山上 有没有气温比较低 那都变到真的是 深到看不到你眼睛 那在这一点上呢 它这个黑色又比原本的幻视X 再更升级 所以像在那种大热天大太阳底下 它的变色效能还可以维持得很好 那 所以呢 这个黑色就是比较适合什么人使用 就是说第一个 你的眼睛真的比较怕光 像我现在 我现在是有很多比较怕光的人 他带一般的变色镜片 他都常常遇到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变色镜片 你到大太阳底下 你不是一二三啪就变色了 它是会慢慢加深 所以在它还没有加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还是会觉得有点刺眼 那黑色呢 它的底色有稍微深一点 它在变色的速度上也是更快 所以呢 如果你是比较怕光的 你就可以考虑黑色 再来呢 还有一个 你都是真的是户外工作 而且在大太阳底下 有时候 因为大太阳底下温度高 那其他的变色镜片呢 他可能变色的效能会稍微有点减弱 那这个黑色呢 他在高温的情况之下 变色的效果 还可以维持在 比较高的一个效能 所以呢 统整一下 你真的眼睛很怕光 你想要真的 颜色比较深的变色镜片 或者说 你都长时间在户外工作 然后再多在大太阳底下 这个黑色就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这是有关于变色镜片的部分 那这一次的 新品发表会最主要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变色镜片 1.7是变色 跟变色 新色 黑色 再来就是一个 舒适镜片的一个系列 那因为 这个舒适镜片要讲的东西 真的会比较多 所以 他这个 舒适镜片 我们先大概 他有分两个系列 一个就是舒适数位 还有一个舒适的一个多焦 那我们这边 舒适的数位 我们先简单的带过 等一下 他的一些技术上的升级什么 我们在下一部影片 我们做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 因为这个 那部影片 要讲的东西就真的多了 而且 真的是干货满满 真的会比较多一些 观念上 技术上 光学设计上的一些提升 会比较复杂一点 那 这个舒适数位镜片呢 就是 蔡司在推出的一个 比较新型态的一个 减压镜片 那当然这个时候 对蔡司有了解的朋友 就会问 蔡司不是本来就有减压镜片吗 叫做 3C数位镜片 对不对 有什么不一样 蔡司之前的 减压3C数位镜片 它主要是针对什么 其实就是手机设计的 它一个镜片 我们一个镜片是这样子 它在 我们把它分成 这边大概三分之一 这边大概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下方三分之一 才开始有度数上的减少 上面几乎都是远用的度数 所以它主要是针对于近距离用的 那 蔬式呢 它会类似多焦点的设计 它是整个 从我们最远用的部分 整个到最下面 近用的部分 它整个是循序渐进的一个减少 所以它会 比较类似多焦的设计 那它跟 3C数位最大差别是什么 第一个 你可以衡量自己的需求 就是说 如果你都是盯 手机比较多 OK 那你可能3C数位 比较适合你 那如果说呢 你是年纪稍长 你可能还要兼用电脑 就是 包含了不止近距离 还有中距离 那 舒适的数位镜片 就是蛮符合你的需求的 然后当然 它还有一些 是3C数位 没有的一些科技上的提升 下一部影片我们会介绍 然后呢 它下面减的都是有两个可以选择 一个是下方减50度 一个是下方减100度 这个就会根据你的年龄上来选择 好像 这一次呢 只要是菜市有推出新的东西 只要是我觉得 我有感兴趣的 当然我自己都会先当白老鼠 先试戴 那 这个数位镜片呢 当然 我的年纪已经不适合在当这个白老鼠 所以这次的 舒适数位镜片 这个减压镜片的白老鼠呢 就由我们艳光师来当 我会当舒适多焦点的白老鼠 我们这 这些镜片 这次的镜片 我们全部都会有食品 来跟各位做分享 就是说 我自己会带舒适多焦 我们艳光师会带舒适数位 那再来 变色片呢 黑色的部分 到时候我们拿到样品 我们也会直接 实际上 我们用紫外线灯来做实测 就是说 浅灰 深灰跟黑色 三个 我们在同时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之下 它的变色的效果是怎么样 这个等到我们收到样品 我们会实际来拍影片 来做实测 OK 那这个就是有关于我们 这一次 2024年蔡司新饼发表会的 第一部影片 OK 谢谢各位